一别两宽 各生欢喜 101级 石书竟没直接给斯文辰去电话 先联系了之前合作的一些负责人 但都表示自己也莫名其妙 不清楚原因 打了一个下午的电话未果 他最后只能联系斯文辰 虽说他们两个现在情况很尴尬 但是公事私事 他还不想混为一谈 第一通电话没接 硬着头皮继续打 连续打了几通 还是没人接 他的手机一向待在身上 开会时静音 如果不方便 也会直接掐断 从来没有直接不接过 这会儿石书竟心里的不安 又蔓延得更深了 难道工程暂停 也是他做的决定 在这儿继续瞎猜也没用 石书竟又联系了之前 颇有画士权的陈经理 百般说好 还是接着 极尽